不管向哪看 吃饭皇帝大 民以食为天 景气好景气不好都得要吃 那么做得好就能做出一片天 在大西北兰州的拉面赫赫有名 当地政府和业者打破了不外传的旧思维 集体培训做大市场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兰州拉面走出了甘肃 光是在大陆有超过5万家的兰州拉面馆 甚至还开到了法国去 创造了一年200亿人民币的拉面经济 兰州人的一天从这儿开始 两面一个 拉面一个 一三两二 都说人是铁 饭是钢 但对这里的人来说 不吃拉面就会饿得慌 一天不吃会难受 就没名其妙的难受 早点 对于兰州人来讲非是不可 非是不可 早上九点不到 兰州的拉面馆 已经热闹起来 这碗源自回名的小吃 是他们最偏爱的选择 面条煮到八分熟 搁到牛肉汤中 撒上配菜 淋勺辣油 大口吃下 畅快 兰州牛肉拉面 撑得上内外兼具 不止汤鲜肉烂 面条咬尽十足 光是外观视觉上 一清二白三红四绿的讲究 也是一种享受 一关就是来看这个牛拉面的色彩 二呢就是闻 就是这个汤上来呢 也要闻这个的香气 第三呢 品这个汤 就是衣服 完了呢才把它的搅动 过去向学拉面得从学徒做起 少则三四年 多则六七年 甚至师傅还会藏丝 按砍Pepo 现在可以不用再和老师傅斗心机 面条煮 在旁边这样投的色彩 谢谢 慈禧比诺的甩面声 好似交响乐 这里是兰州第一个拉面培训中心 学员们使劲反复的倒楼盛衰 一堂课下来 往往汗如雨下 要进肩面面俱到 谈何容易 光是面条粗细宽扁 多达七种 毛细好旧口 适合老人小孩 酒夜大小事中最受女性欢迎 至于男子汉 要吃就吃霸气十足的大宽 但看似最简单的货面 才是最难学的 货面占七成 正常的是一斤面可能是半斤水 不过你要根据这个南北 南北方向 南北这个空气这个湿度 来涨到水 南方比较潮湿一些 水的这个加入量呢 涮入量呢 稍微要减少一点 把它调摆看 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了 然后扔过去 汇过来 南厨汁汇过来 周明 厦门人 今年四十一岁 在中餐厅当了十几年厨师 想中年创业 于是千里迢迢跑到兰州取经 从零开始学起 实话是说为了钱吧 这个钱好赚 是啊 怎么说 就跟你们台湾的牛肉面一样 利润特高啊 南厨拉面在厦门 卖十几块吧 十五六块 大家都是向钱看 所以我也向钱看 三个月包吃包住的培训班 花个人民币三千八 不到两万台币 就能把一门手艺抱回家 加上品项解单不复杂 制作出片速度快 难怪一年能幸运超过 五百人报名 从这五年以来就硕士 已经培训了十几个硕士 我们在焦点的时候 全部焦点 因为只有更多的人来研究 来这个做的时候 这个产业才会做大 在兰州 拉面店到处都是 用五步一缸 十步一绍来形容 一点也不夸张 甚至这股拉风 还吹到了国外去 这个门面 这个门面已经很老了 如果你要把它改 就不是像我们中国 可能那边 拿下来你可能去请示下就赶了 这边要光一个审批报批 还要专门他的有设计资格的 这是段小荣 在巴黎的第五家分店了 他是道地的兰州人 07年到法国打工 却苦无吃不到正宗的家乡味 索性自己开店 我特别喜欢揉这个面 我这个面条 面粉 面团揉出来 就是光滑 只因为你爱它 你就不用动它 强调原汁原味 现点现拉 段小荣的连锁拉面店 几年下来 在巴黎小有名气 营收突破千万人民币 连儿子也拉来 一块经营 从兰州到中国 从中国到世界 大大小小的兰州拉面 超过五万家 一碗面拉动的不只是一年 人民币两百亿的市场商机 也是数以万计的创业梦想 我会找到